高雄人武的一家车行在这个月13号呢 传出被人冲撞还开枪扫射十多枪 就造成屋内有四个人中弹 那么警方在案发之后逮捕了主贤以及共犯 现在传出来说被害人计划要展开报复 那么高雄行大掌握了情资 于是兵翻多落突击了帮派堂口 现场就搜出了一百多把的长短刀 还有球棒 灌棒 企图要来瓦解这帮派势力 阻止小弟展开火瓶 警察报告 帮派堂口以宫庙做掩护 警方大队人马赫枪实弹穿防袋背心 冲进去逮人 一个一个都被压到街上压制在地上 担心帮派反扑一点也不敢大意 专案小组更从屋内起出了大批刀蟹和棍棒 数量相当惊人 经过清查 共有一百多把的长短刀 十多枝的棒球棒和木棍 还有脚疗手铐防袋衣毒品咖啡包 琳琅满目看了很吓人 而帮派堂口准备大批的刀线 是不是要大概一场起人移动 原来帮派小弟还真的准备有所行动 而且是冲着这个月十三号 发生在人物车行的枪击案 13号凌晨一名女子因为在脸书上和前男友互呛 引爆多辆车到车行前冲撞开枪 当时歹徒朝屋内扫射了十多枪 造成屋内无辜的私人中弹 案发后警方逮捕了主嫌和共犯 但没有想到中弹的一方计划展开报复 警方在掌握情资以后 截警缤纷多路手持搜索票 突击帮拜堂口 警方供逮捕了六米小弟 除了刀蟹棍棒还查够了两部作案的车辆 并搜出了毒品以及八十多万元的赃款 承案依违反了组织犯罪条例 毒品妨害防治条例 和刑法的妨害秩序罪嫌 以送法办 记者刘文发高雄报道 要查看 是什么 敌方 是 Om原罪 以- 诚悦